大家好,我是苏西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每次聊到跟饮食相关的问题 国人总是蠢蠢欲动 因为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人的眼中 中国人可是出了名的爱吃,会吃 好像什么样的食材到了中国厨师的手中 都会变成餐桌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就连很多国外泛滥外来物种 到了中国都会被吃到灭绝 可见中国人对美食的向往有多深 可是直到现在依然有一个问题 始终困扰着美国人 他们特别纳闷 既然中国人无所不吃 为什么不吃美国火鸡呢 要说中国人也不是不喜欢吃鸡肉 因为餐桌上常常可以看到鸡肉的影子 但是我们所吃的鸡肉跟美国火鸡还是有些差别的 主要是肉质不太一样 像我们平时喜欢吃的白斩鸡或者红烧鸡块 都属于肉质比较软 吃着特别香嫩的类型 可是美国火鸡就不一样了 吃起来口感比较柴 也没什么味道 吃第一口就觉得没食欲 自然也就不想继续吃了 别看美国火鸡从外表上看确实非常诱人 让人忍不住大啃一口 可事实上 肉质和味道确实没法跟我们餐桌上的鸡肉相比 因为体型太大 调料根本无法充分渗入鸡肉 味道也就没那么好吃 而且对于美国人来说 吃火鸡是一种很有仪式感的事情 像圣诞节 感恩节这样的传统节日 都要上一道火鸡 所以火鸡对美国人的意义重大 不过对于中国人而言 火鸡就没有这么特殊的意义了 我们只会在乎肉质和口感 既然这两方面都达不到预期要求 国人肯定不喜欢吃 好了 下一期再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留言分享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